- 连续一个礼拜 - 那个时候呢 - 我记得我们连续一个礼拜 - 去了三个医院 - 那个礼拜是怎么过的呢 - 我们每天 - 因为后面会有一些挑战 - 我们每次知道我们去医院 - 觉得不会有好事发生 -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呢 - 我们就彼此打气 - 我们就去那个合体旁边呢 - 我们就 - 两个人就这边唱唱诗歌 - 看看一些正面的一些 - 话语 - 包括圣经的话语 - 就是鼓励我们自己 - 我们彼此这样建造起来 - 然后我们就去面对挑战 - 每天早上打气 - 然后去面对挑战 - 打气去面对挑战 - 如果 - 如果我在想说 - 过去 - 人生当中有这么大的冲击 - 如果你过去 - 没有一定的这个意志力 - 没有一点一些正面思维 - 我想在这种挑战下 - 这个路非常会非常坎坷 - 而且会走不出来 - 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久不睡 - 睡了 - 去夜晚了